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乌俄战士爆发至今已经面将近三周 俄军持续轰炸首都基辅等城市 乌克兰各地的古迹文物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教科文组织收到越来越多关于乌克兰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消息 其中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基夫以及车尼西夫的情况最为令人担忧 事实上战事开打之后 乌克兰多间博物馆的员工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为了防止馆藏遭受到战火的波及 动员了所有的员工紧急撤离馆藏 搭建英架护栏 成为战火下的另类保卫战 其中乌克兰境内最大的利沃夫国家博物馆 已经打包了大概一万两千件的艺术品的收藏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去存放 博物馆的负责人表示 这些文物都是他们的故事和生活 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塔拉斯谢夫琴科国家纪念馆 研究员祖巴尔表示 目前他们只能尽力将馆内的藏品移动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 他指出国家的疏散系统很多都已经过时 各种指示和文件几乎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 他们从来没有实际演练过 怎么疏散这些馆内的藏品 甚至有些博物馆连包装材料都没有 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 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 哈喽 大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少宇为我们带来的事 当然也还是跟乌克兰战争有关 乌克兰战争有关的 尤其乌克兰冲突在值得注意的有一些进度 包括谈判与否 条件与否 包括两边的态势 跟我们上礼拜来这边 跟大家说的新闻是有一点点进展 上礼拜似乎普丁在乌克兰战争受到一些阻碍 进度也有限 甚至是有很多人预测 普丁可能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 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俄罗斯的财政 军事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礼拜似乎普丁吃了衬托铁的心 不仅他对于军事目标的轰炸越来越多 甚至就算战火连累到老百姓一般的人 包括学校医院等等 他也不在乎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辅这个首都被围 然后陷落也可能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泽伦斯基 从他这一个礼拜 若干次发言可以看出来 他也似乎对于是否能够加入北约 然后西方国家是否愿意 在乌克兰开辟一条禁航区 然后还有武器 这些后援补给的运补等等这些事情 他都已经死了心了 或者是半死的心 另外一方面他还释出 他愿意跟普丁见面谈判的讯息 普丁反而是老神在在 他还没有达到他的军事目的之前 他不会去跟泽伦斯基见面 意义就是说 他告诉大家说 这两战争我是继续打下去的 要谈可以 可是等到我设定的军事目标达到之后 我才会跟你谈 不然他拿什么手码去跟人家谈 在前两天 乌克兰时间3月14号的时候 泽伦斯基办公室的顾问 就是过去一直在负责 跟俄罗斯的代表谈判的一个官员 叫Aristovic 他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谈判 最快有希望在一周到两周之内 签署一个和平协议 最慢的会在5月签署这个和平协议 就是说这个进程也出来了 那么这个俄罗斯提出来这个六点要求 六个条件 六个条件要求乌克兰去做到 那这些条件里面有些是乌克兰极有可能同意的 就是他评估这个要付出的老百姓 跟这个国家经济要付出的代价 跟这个条件 有些条件他可以同意的 第一个是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 保持中立的地位 然后俄罗斯愿意保障乌克兰 在这个情况之下 俄罗斯愿意保障乌克兰安全 对于现在的哲文斯基来说 他看到西方国家迟迟不让他进入北约 他也知道这个现实是他不可能 或是加入北约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 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持续存在 所以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那这个是我想是他可以同意的 这个是这个乌克兰要给俄国话俄语 列入这个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 然后取消所有针对俄语的限制 我想这个基本上 因为大这个乌克兰大部分这个俄语区 都在东部乌克兰东部的 那个那个盾内刺客跟卢干斯客 这两个这个号称 现在是 对然后呢 那对他来说 那边本来就是俄语 使用俄语的主要地区 他只不过在这个 在这个宪法上或法律上 正式给他这个语言的 这个第二官方语言地位 那么这个也应该不是问题 第三跟第四呢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牵制到领土 然后希望那俄罗斯要 要这个乌克兰呢 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说 这是这个 是可能属无可能 清夺了他的土地 可是第二个是说 这个土地 早就已经从2018年开始 就是俄罗斯在实质 实质的在控制 那你是要承认现状 还是你要去争取这块土地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乌克兰要承认 乌东的两个人民共和国 一个叫顿内斯克 鲁干斯克 鲁干斯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然后这也是 这也是已经成为 既成事实的一件事情 这两个是关于这个土地 这个属权的问题 那第五条件呢 是乌克兰要去纳粹化 要禁止极端的民族主义 纳粹 刚刚新纳粹党派的 在这个乌克兰 尤其是乌东的这个活动 那这点我想 不会是大问题 因为他承认 俄国的这个主权 对 俄国对于 那两个共和国主权 就等于是 这个问题你得去那边 那两个共和国自己去解决 第六个问题 第六个条件有点难 因为他要求乌克兰 非军事化完全放弃 放弃攻击性的武器 那么这等于是说 叫乌克兰 你除了当一个中立的国家之外 你还不能拥有保卫 自己国家的这个工具 看起来就是他要把他 在克里米亚化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我想是难度比较高的 那除了这个这一点以外呢 我觉得领土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面临的决策 就是你要不要承认现实 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能够安排一个 这个乌东的两个共和国的 这个老百姓 举行公投 然后呢 这个用公投这个法律程序 正式的让他们脱离 这个乌克兰 那乌克兰也无话可说 那当然前提是说 这个公投要办得成 办得成我的意思不是说 这中间会有弊端啊等等的 而是那些你要哪些人才能 哪些人才有资格 出来投票 去公投 那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那边 就在那两个地区的非俄语系 倾向乌克兰政府 基辅政府 都已经自难民 都已经逃光了 这些人有没有资格回来投票呢 理论上是有的 但是他们一定会被剥夺的 对 他们现在离开了他的家 然后第二是说 就算他们回来 他们本来在那边就是占少数 那本来就是这边 轻恶的势力 这个人民的数目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公投 似乎是一个可办可不干 可不办 或是说呢 它是一个这个必须要做的一个 程序过程而已 不过刚才你提到的第六项 就最后一项 非军事化这个要求 看起来 如果你站在乌克兰人的立场上来想 我已经军事化的情况 你都把我打成这样 那我非军事化不是更没有抵抗力 对 然后从同样的第一条也是 第一条他说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 保持中立的地位 然后呢 俄罗斯愿意保障乌克兰安全 这个 如果大家熟知一段历史的话 就可以知道 乌克兰的事实上 俄罗斯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就已经说过说 他会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而且万一乌克兰遭受到 这个各种形式 不管拿国家攻击 他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 去支持乌克兰 这是 各种国家的攻击 也包括了俄罗斯的 可是他 所以那那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是乌克兰这个放弃核武之后 然后被美国跟英国哄骗的放弃核武之后 他们在这个签署 这个美国英国俄国 签署跟这个乌克兰 当时的乌克兰签署了一个备忘录 就里面列出来说 我在当你乌克兰发生下列几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三个国家一定会来帮你啊 等等等等 你受到核武攻击 你受到这个传统的武力攻击 我们都会来帮你 然后没想到 接近二十八年之后 来攻击的就是当初签署协定说 我会来帮你的那个国家 是 所以这个一纸 一纸安全保证 事实上是 是空的 是假 甚至是假的 不值什么钱的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看起来说我们这个礼拜 比上个礼拜 感觉有进度 可是如果说看穿的话 我感觉 这个进度也可能 有他的虚侥性 虚侥性 当然 当然 就是说 做不到的嘛 非军事化做得到吗 非军事化就是很难 那可是他们还是可以 他们还是有机会妥协 那么看用什么样方法去处理第六条 非军事化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今天 不让他非 不让他完全非军事化 可是限制他军备发展的方向跟 这个数量 那么也可以达到 一定的 这个非军事化的效果 这是 你进入了那么多 那么细节的话 就表示他的控制 就张力就更大了 是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 你越一进入谈判的细节 比如说我限制你多少多少 那就越表示他就是缴械投降 有可能 对有可能 对 那么这是这个 可能是机会答应吗 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什么选择 他现在 他现在唯一的 他现在唯一的选择 他唯一的影响力在于 他的表演能力 跟他的演讲能力 对 他在到各国去演讲 英国的国会 美国国会影响 都 至少都让那些议员 表面上为之动容 可是实际上 这些议员 他们这个 也没有办法对乌克兰的情势 多造成什么样太大的影响 他们最多最多就是 这个通过预算 这个资助乌克兰的这个各种物资 那么仗还是你们国家人去打 我们的飞机不会帮你开辟进航区 我们的军队不会这个来帮你打仗 那就是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两样 关于欧乌战争的影响 我们还有一个面向 那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有好几个话题 其中一个是秦刚 秦刚是中国现在驻美国的大使 他是习近平的自己人 他刚刚去上任大使 没有几个月 那么他在这个3月16号 在华盛顿邮报 刊登了一篇读者来读者投书 他写了一篇 刊登他的名字 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大部分 就是重申的这个中国 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没有什么新意 唯一有的新意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他说呢 他一开始开通名义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在事先 我们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之后 这个全世界都流传的一些 关于中国的不实的说法 假新闻 假新闻 比如说呢 有很多人说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情动 事先是知情的 然后呢 还说 这个中国还要求俄罗斯 不要在东澳举行的期间 这个发动战争侵略乌克兰 然后呢 这个后来又有人说 中国呢 事先呢 也跟俄罗斯商量过 是如何的用帮助 这个 用军事的 用军事帮助 俄罗斯 然后呢 他说 这些说法呢 只或是说 中国事前知情 或是中国 默许 或是默认 他说 不管哪一种情况 都是假的 都是假新闻 然后呢 这个他说 最后说 如果 如果 中国知道 危机迫在眉睫 我们就会用最大的努力 去阻止他 意思是说 中国那时候不知道 有这么 迫在眉睫的危机 所以中国没有做什么事情 秦刚这样子投书 看起来有点甩锅的味道 因为 或是帮人家接锅 帮习近平接锅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 中国的外交体系 是 情报收集 是有问题的 或是他们的判断能力 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你大家回顾 这个2月4号 冬奥举行的那一天 普京到北京去 这个 去访问 是 带去的 一大堆经济的大理 然后那时候 全世界都在猜测 普丁会不会出兵 如果会的话 是什么时候出兵 那唯独你 这个中国外交部 说我不知道 对 然后 而且我不仅不知道 我也没有默许 我也没有默认 那请问 中国外交部 你在 你在做什么 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不然就是你的消息来源 你的情报管道 是有问题的 只有这样的解释 那如果说你今天 那 那后来呢 这个泰斯的发展是 外交部这个发言口径 一面倒的导向 这个俄罗斯 然后呢 这个还 宣称 这个华春莹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呢 还不用 这个坚决不用 Infession这个字 来形容 俄罗斯的这个行为 是 那么 那为什么呢 你怎么解释这些 这个你的判断 失误的问题呢 那么 这 这个 这一期的 这个Falling Affairs 外交事务 双月刊 他有一篇文章讲到 这个 他讲到这个 独裁政权的官僚 官僚机构 这个 越来越无能 没有能力 能力 能力上失的问题 就是 当这个独裁者 掌权久了之后 官僚机构 开始学会 揣 揣摩上意 然后揣摩上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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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不必靠 他的这个 能力 他的专业能力 去进行 只要靠关系 只要靠交情 跟这个 贼上之情 去这个 去这个 去 去做他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往往他能力就丧失 他就举着 习近平 习近平 这个例子 另外 在 俄乌战争 爆发到 现在二十天 还出现了一个 非常值得 各个 包括很远的国家 去 重视的 一个态势 那就是 沙奥地阿拉伯 阿联酋 印度和北韩 这四个国家 是 站队了 站队 要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 选边站 选边站 就是 那么 沙奥地阿拉伯 阿联酋呢 是中东的两个 这个具有实力的国家 有影响力的国家 尤其沙奥地阿拉伯 向来是中东地区的 这个 逊尼派的老大 逊尼派在中东的 这个国家数量 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在中东的 这个基本上是 代表了 这个 这个老大 老大哥的地位 那沙奥地阿拉伯呢 这个过去 跟美国的关系 非常非常好 在川普时代呢 川普 这个第一个访问国家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 那次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储 现在是 实质上的领导人 把川普 伺候着这个 服服贴贴的 然后呢 这个可是呢 呃 拜登上台以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 跟这个沙奥地阿拉伯呢 搞得不太好 不太好 一个直接的原因呢 就是 在这个川普时代呢 一个华盛顿邮报的 专栏作家 被这个杀 被这个王储 判杀了 而且肢解 把那个 这个有点 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件事情呢 沙奥地阿拉伯一直否认 说跟王储无关 都是下面的人搞的鬼 然后也把下面的人判刑啦 怎么坐牢啦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可是美国 拜登不相信 他就上了以后 这个 把那个情报 他的情报部门 做的调查报告 公开 就是说 这个直指 点名就是说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储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储 萨尔曼 这件事情呢 当时 这个 这个影子 轩然大波 这是一个 这个他们当初 这个交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 那当然 这个要讲到 讲到 回头讲到从前呢 从阿拉伯之村开始 中东国家 就一直对于 阿拉伯之村 这件事情 戒甚恐惧 因为等于是 实质威胁到 这些 这些 这些政府 这些 这个 这些政府 的这个生存 那么他们 这个 基本上 他们也知道 阿拉伯之村 在各 这个 这个全球 多个国家 风起 在搞 有美国在后面的 支持 或是鼓励 因此 对于美国 在阿拉伯之村 扮演的角色 他们一向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 小心的 那阿联酋呢 是另外一个 在中东的大国 那么他在去 202 就是在这个川普 是 卸论之前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叶门的 一个这个 胡塞组织 胡锡组织 他是 伊朗支持的 一个组织 然后 叶门内战 他是叶门内战 里面的一个 由伊朗支持的 一方 然后他在 川普时代呢 他是被认为 被美国列入 恐怖组织的 一员 然后呢 等到拜登上来之后呢 马上就把 歧视逆转了 就把这个恐怖组织 他就从这个 恐怖组织 名单里面 除名了 那没想到呢 这个胡塞组织呢 在1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对于 阿布达比 就是 阿联酋的首都 是 用无人机 展开了 飞弹攻击 然后呢 这个 阿布达比是这个 这等于是打连美国了吗 对对 是 是 没错 没错 但是阿联酋 他是实际上被轰炸的 是他实际上被轰炸 而且阿布达比是一个 他的首都 再加上他是这个 这个观光 观光大臣 那么将来 这个阿联酋就 不仅面子上过不去 也影响到 他的实质的收入 国家的利益 然后阿布达 这个阿联酋就要求 要求拜登说 你要把这个组织 重新把它放在 恐怖组织的名单上 拜登就不同意 拜登拒绝了 对 那这两个国家 就让这两个 阿布达比 阿联酋就跟这个 美国闹翻了 闹翻什么样表现 我发泄我心中怒气呢 前上 前几个礼拜 联合国安理会 以及之后联合国大会 表决要谴责 俄罗斯的时候 阿布达比刚好是 这个现在的 联合国 非常的理事国 这个这个 非常的理事国 他表决的时候 弃权了 然后就让美国很难看 是 这里站队的 有四个国家 是 另外还有印度和北韩 是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 新闻搜查 国际版 资深媒体员 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 少宇 是 刚才我们提到了 沙唐地阿博跟阿联酋 对 剩下还有两个国家 印度和北韩 沙唐地阿博跟阿联酋 在容我再说几句 因为他最近 最近呢 他们跟美国不好的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 美国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 要促成伊朗核协议的一个目的 就是这个希望伊朗的原油 能够进入国际市场 油价能够降低 那么这个 让美国通膨的不至于这个 这么剧烈 这么这么恶化 那么拜登呢 前两天呢 打电话给沙唐地阿博 跟阿联酋的王储 希望说你们就拜托 帮个忙 增产 增产石油 然后这个让石油价钱 能够降低 没想到呢 这两个国 这两个国家的王储呢 拒接电话 对 这个 根本不接 根本不接 话没说出去 对对对 那成绩何时呢 美国总统 有人可以拒接 美国总统的电话 让我这个 让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感慨 这个是历史上 值得记载的一句 美帝 美帝 他的这个 整个地位的销长 是 可以看几段 然后呢 沙唐地阿博呢 还这个另外呢 就是有个消息传出来 就说 这个他这个 跟中国进行 石油交易的时候呢 中国要跟他买油 他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对 这是前两年 我们在报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这个阿联酋呢 跟这个 也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这个 给了美国 给了脸色看 就是呢 这个拜登呢 继承这个 川普的政策 就是希望各国 不要使用 华为的5G设备 因为他怕呢 这个美国的军事机密 就在旧阿联酋来说 阿联酋的这个 美国空军 把阿联酋的机场 当成是在中东地区 一个重要的基地 那么先进的战机 都会在那边起降 等等的 因为他就很合理的 就是说他如果 他就希望阿联酋 不要用华为设备 以免泄密 这要求非常合理 可是阿联酋不答应 他说 为什么我要 这个听你的话 不用华为设备 那他就说 如果你坚持 用这个条件 那我跟你有一笔 总值230亿美元的军购案 买F35战机的购案 就被他硬生生的叫暂停了 阿联酋叫暂停 阿联酋叫暂停 我不买你的飞机了 就没这笔钱赚了 对 这是这个 你看我们要向美国买 美国他不卖 对不对 美国不卖F35 对不对 那个实在是 是一个非常 他现在会不会卖呢 我觉得还是不会 对 我觉得还是不会 多了好几两 230亿的 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算成台币 非常非常多 是 然后这个就是 沙奥地阿博 跟这个阿联酋的情况是这样 那因为他们是两个大国 所以他们在 俄乌战争还没有这个结束之前 他们决定要先站队 代表他们已经选了边了 已经选了边了 他们选边也许有他们这个 也许有他们的评估认为说 我这时候选边 可以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取得一些先机 或是增加我的影响力 等等等等 应该是说在战争期间 他们这样选边是让美国 反正自顾不暇的时期 他们看到美国自顾不暇的 那个方面 当然也有很多国家是 不会去站在俄罗斯那边 然后他们有另外的考虑 那么印度和北韩 北韩是前两天 就是在这个 美国忙着处理 俄乌战争的时候 他在这个发射了 两枚这个 长城的洲际弹造飞弹 然后他 他那个打的是往太空打的 不是测试他真正的 这个射程 不过这两枚飞弹 因为是长城弹道飞弹 所以引起了美国注意 那有趣的是 北韩金小胖金正恩 他自己没有宣布 这两次试射 反而是美国 在第二枚飞弹 试射结束之后 然后在南韩的总统大选 这个结果正式出炉之后的 第二天宣布的 这两枚 北韩这两枚飞弹 试射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 美国也说 这个准备要 因为他违反了 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 所以要继续 要采用新的方法 来制裁 等等 那金正恩 北韩方面 当然就是 就根本不理会 不理会他的制裁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 不要被制裁了几年了 那么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是 但金正恩 他也这个 在这个时候 做这件事情 当然有 这个威胁美国的意味 意味就是说 你将来可能面对的 一个全世界的变局是 你一方面要处理欧洲的事情 你一方面要处理亚洲的事情 那么中 俄 朝 三边联手 那么 在全世界 在亚洲跟 这个欧洲 共同 举世 你美国有 有什么能力 可以 同时这个 同时处理两边的乱情 遍地开花的情况 对对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美国最难 最难处理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 这是北韩的 北韩的这个 那印度呢 印度不是也来天乱 印度也来天乱 印度天乱的结果是 他用这个匿名的方式呢 放话说呢 现在这个 因为俄罗斯被制裁 所以俄罗斯呢 正在想办法 把他的原油呢 用折扣架 这个销到国际市场上 可是大家不敢买 是因为 美国为 美国为制裁 对 美国看着 至少正在时间看得很紧 这种情况之下 印度反而是 放出丰盛来说 既然有打折的石油 那我们就考虑 去打打折石油 跟天然气 这是摆明的跟 美国这个 是 叫板 作对 你美国 正在大力的 推销制裁的措施 或是美国英国西方国家 正在做这 你印度来搞这么一下 让美国非常难堪 尤其是美国是 印度是美国 大力扶植的四方会谈 这个一个重要的成员 本来想要利用印度 来牵制中国的 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 这是长远的一个策略 然后没想到 印度在这个时候 搞这个 搞这么一招 那么下一次 四方会谈的高峰会的时候 拜登跟莫迪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是应该相见欢 还是互相的 嘲讽对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有趣的画面 是 战队是一个话题 但是 伊朗的核协议 是 要讲核协议 最近这两天 又出现了一个 出人意表的方向 本来 最后一轮会谈 就在即将要告成之际 伊朗官员 跟美国的官员 都说 我们就差最后一步了 就是等到 联合国 原子人中 联合国机构去 确定的 跟伊朗确定的 如何未来进行 核减的方式之后 这件事情就定了 我们都已经讨论 新的核协议的文字 那种如何表述 那时候俄国突然 碰出来一句说 暂停 因为他要一个 美国的白纸黑字的保证 保证什么呢 保证就是 俄国未来 在这个核协议 新的核协议 这个生效之后 那么 新的核协议生效的条件 就是美国 或是各国 解除对伊朗 这个的制裁 然后伊朗就可以 然后换取伊朗 暂停 他的核能力的研发 然后在 这个伊朗的 这个经济制裁 解除之后呢 俄国理论上 他应该跟 伊朗可以做 进行正常的贸易 投资啊 贸易啊 这种种的经济活动 可是呢 他又受到 因为乌克兰战争影响 俄国又受到 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 尤其是美国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国的外长说 我有个条件 就是说 我未来 伊朗 解除制裁之后 我可以跟他进行 所有这个 正常的 经贸活动 换言之就是利用伊朗 解除制裁的处境 成为俄罗斯去做 发展他正常经济 那是后门 没错 开了一个后门 对 就是说 你一方面 你有这个各种措施 去因为他侵略乌克兰 你给他各种措施的经济制裁 让俄国搞得非常惨 第二方面 他就有个代理的 对 经贸的 是 他就有一个后门 可以让他 残皇之的 这个 至少 减轻一点压力 至少减轻一点压力 那美国 美国一开始 接收到这个条件的时候 觉得 这不可能 你要一马归一马 这是两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混为一谈 然后呢 这个伊朗人民也很气愤 就在我们这个经济 要解除制裁的时候 你俄罗斯进来插一脚 这搅局 然后伊朗外交部 也同样很气愤 可是伊朗当时 可是呢 伊朗当时也在想说 如果说俄罗斯坚持要搅局的话 我可能 最后还是 必须要靠向俄罗斯 因为在这个 这个要求我解除 和解除的 这个 解除核能力研发的国家 只有俄国跟中国 是跟我友好的 其他都是不友好国家 没想到 美国在昨天宣布 这个跟这个 这个俄国说 我会给你一张白纸黑字保证 就说让你开这个后门 是 那这也间接的证明 或者美国人以为 全世界不会拿来 做密集的讨论 可是他也就承认了 是 等于承认了 他的制裁 其实是 是滚动似的 今天 我想制裁你 我就制裁你 对没错 跟你是不是正义无关 明天我不想制裁你 我就不制裁你 也跟你是不是正义 没错 对 然后 这个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斯今天 昨天已经把那个 白纸黑字说 我们已经收到 那这件事情就 就 我条件已经 拿到 这件事情就算 就已经达成了 那这个对于 这个 这个俄罗斯来说 是他可以说是 松了一大口气 那么对伊朗来说 他也是松了一大口气 他所有原来的这些 这个川普说 这个最大压力的制裁措施 也即将去 也即将就 就解消 这正是 George Orwell 在动物农庄里面 最后那一幕的情景 就是每一张脸 都是猪脸 只要他是强权 是 然后拜登呢 也这个 也是松了一心 因为 一样原油一旦 进入国际市场 他的这个国内油价 就渴望下降 台北FM 98.1 News98 98新闻台 3月17号 星期四 今天进行的单元 新闻搜查 国际版 访问的是自身媒体员 林少宇 少宇 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是 胡伟 胡伟 胡伟是这个 这个上海人 他是国务院 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理事长 他这个 他这个应该不算是官员 就是等于是幕僚了 是 就是这个李克强的幕僚 他是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 他也是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会长 然后他也是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 博士班导师等等 然后呢 他在这个前 这个三月初的时候 写了一篇这个还蛮长的文章 讲这个分析俄乌战争的这个走向 以及未来的影响 那这篇上 这篇文章呢 在中国大陆事实上是高争议性 高争议性的意思是说 支持的人有 反对的人也有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网路上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这篇文章就被撤掉 就是被这个审查的人员给撤掉 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 在网站上是看不到这篇文章 除非你是用翻墙出去的 那这篇文章呢 这个 这个因为是三月五号写的 所以他的利润基础 都是在三月五号之前的 俄乌战争的情形 在那个时候 普丁这个刚刚开始打这个战争 才会一个礼拜左右 那个之后 普丁俄国的战事呢 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没想到俄国的军队 这么不能打仗 没想到这个普丁这么轻忽 然后呢 这个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都没有办法达成等等等等 因此呢 这是当时这篇文章这个写作的背景 那么这个原因 加上他判断 他或他建议 一旦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会让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 是他的这个文章背景的一个原因 他当时呢 这个主张说呢 俄国的战争 俄乌战争的走向预测呢 是这个战争 或者进一步升级的时候 不排除西方 在最后会卷入战争 然后呢 可是呢 以普丁的性格跟权力 大概这个大概率 不会散罢甘休 那么俄乌战争 可能升级成 这个超出乌克兰的范围 甚至包括核打击的选项 那一旦动用核弹 美国也 美国跟欧洲 就不可能置身事外 那这个 这个情形到现在为止 没有发生 美国跟欧洲 只怀疑 俄国会动用化武 虽然化武也是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可是 跟核弹比起来 那个严重性是 是有差距的 然后呢 万一 这个俄乌战争 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呢 他研判是说 这个俄国 打不下去的时候 那么美国呢 将重新获得 西方世界的领导权 西方呢 内部呢 会更加团结跟统一 然后呢 欧洲呢 也这个 这个欧洲呢 本来想要实现自主外交 用法国总统马克宏的 这个话说 就是欧洲要有自己的战略 战略自主权 这个梦想 这就真的是梦想 然后呢 他要自主的国防 国防武力 要组一个欧洲国防军 也这个已经 欧洲欧盟就变成北约了 北约化了 北约化 对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组织 是这个成员高度重复 对 然后呢 第二个是 铁幕 我们说过去说的 Iron Curtain 铁幕会再度落下 这个在这个 其实在上个礼拜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这个 普丁呢 在俄罗斯呢 大举的镇压国内的 反对意见 包括这个 而且这个范围不限于 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政治运 从事政治运动的人 俄国有一个 时尚 那个部落格的一个 这个一个 一个作者 他因为批评了这个 俄乌战争两句话 就把他那个 他部落格一个 关了 所以 这是普丁在 对内的这个 这个高压统治 经济学员也说 俄国呢 有可能 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 不管是赢丝书 都有可能 史达林化 就是用史达林 当年的高压统治的手段 去统治俄国 然后呢 这个 如果美国赢的话呢 西方的力量将得到明显的增长 北约会继续扩大 那美国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呢 也会提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战略选择什么 他这句话 我想大概是这一句话 这个让这个 这个审查人注意到这件事 也就是说 后面这个比较重要 后面 中国的决则 中国的战略决则 第一个是 中国不能跟普丁混绑在一起 也就是他不能落在铁幕里面 需要尽快切割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我想这句话 或是同样的一句话 可是不同的立场表示 是这个 让他文章背禁的原因 然后呢 中国还必须要避免两头不落 不落好 放弃保持中立 选择世界主流的一场 就是靠近这个 西方世界价值观 这个对中国来说 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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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做到的 中国不能跟普丁 捆绑在一起 他那时候估计说 两害相权 取其轻 要进 中国要尽快切 卸下俄罗斯这个包袱 目前估计 在当时估计 还有一两周的窗口期 那么再迟 中国就可能 丧失回旋的余地 必须当机立断 一两周也就是 3月5号加 加14天 就快 正好是今天 战事的疫情 他是没有预测到 不过我想这也 谁都 全世界没几个人预测到 这个战争会 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篇文章 既然能够发表 他不像 你刚才讲的 秦刚发表在华游上 他不是 他就是微博 他就是在微博 而且是在 他的对象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 所以他能够这样发表 就表示 这是有作用跟用意的 是 然后中国大陆 其实一直有一些 声音或是意见 是主张说 不要跟俄国 靠得太近 对 应该要 甚至 这文章也是 顺便也让俄罗斯看一下 我们国内也会有这个 有有有 可是中国大陆 对于这个 要跟普京尽快切割 这种讲法 是非常头痛 还劝这个 这个 共产党政府说 要选择世界主流地位 要跟世界 大多数国家 站在一边 以免进一步被孤立 然后这一立场 最后 他当然 每个中国学者 都会加一句话说 这个立场 对于解决台湾问题 也是有利的 等等 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上 他是主 就是你要跟 独裁者 这个普京保持距离 这样对中国 这样就免得到被 看作是今天的乌克兰 明天的台湾 是是是 他等于就把这个话题 给打断了 对没错 那这个 这篇文章很可惜 就被禁了 那可是呢 那个卡特总统 美国前总统卡特 这个在中 他致力于这个 这个这个和谈 这些这些活动 他在他说 他有做一个网 卡特中心 就是他的智库 做了一个网站 叫做中美印象 就是这个提倡中美交流 中国人 如果看美国 美国人 卡特就是跟我们断交的 那个了 对对 可是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这个 他是个不主战 不主战的人 然后他的这个 中美印象 那个网站 把这篇文章 翻译成英文 中英文都登在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全文的话 去看卡特 卡特中心 这个网站 叫做中美印象 用这样 用这个词 去search 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了 是 我们还有 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还有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 就跟连续 胡伟这篇文章 中俄友谊 有没有限制 对 中俄友谊 有没有限制 是当初2月4号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跟普丁 两个人 签的共同声明 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话 这个传送意思的话 就是中国 中俄之间的友谊 是没有限制 这个非常 是非常宏大的愿迹 这些经济学人呢 有一个写一篇文章 就讲说 中俄至少在 这个各种经济 经济贸易往来的事情上面 是有限制的 他就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这个 中俄之间的军火交易 包括中俄之间的粮食交易 还有硬体建设 港口建设 铁路建设 等等等等 大部分都是 俄国有求于中国者多 那么这个 只有军火这件事情 是这个中国 也有求于俄国者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习近平呢 或是中国呢 会利用 他跟这个俄国交好 去发展他自己的 这个经济的力量 而不是去这个发 去俄国发展经济力量 那么到了 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中国把这个钱赚 串购了 他们的这个 这个没有边界的 经济学 还是秉持他一向的 一贯的力量 就是能够让 这个中国在哪里 更孤立一点 就让你在哪里 更孤立一点 连俄国人都 都要 都要离得远一点 是吧 是 这也是一个滚动式的 滚动 这没错 没错 不过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 应该暂时还会再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如此 你还要来 OK 你还要来 请不吝点赞